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病毒性肝炎这一章 首先我们要知道病毒性肝炎是考试的重点、难点、热点的章节 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把它学好 那么为什么说病毒性肝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病毒性肝炎是常见病 而且对人类的危害是极大的 我们先看一组数字 好,那么1.2亿是我国存在着携带病毒的人的数目 总共有超过1.2亿的人有肝炎病毒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 30万人,这是每年新增的肝炎的患者 好了,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危害 它的危害呢,我们通常叫做肝炎三部曲 好,那么首先是一个急性的肝炎 然后慢慢的肝炎转成慢性 慢性的呢,就变成肝硬化 那么肝硬化呢,最后发展成什么呀?肝癌 所以说这个肝炎呢,它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好了,正是因为它的发病很常见 而且呢,危害巨大 所以一定是考试的重点 我们下面呢,就学习具体的考点 第一个考点,我们要知道肝炎分成几类 这个比较简单啊 主要就是有甲形、乙形、丙形、丁形和物形 那么最近呢,还发现了一个羹形 那么主要考的是甲、乙、丙、丁、乌这五种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点 那么我们掐头去尾 甲形、物形是一头一尾 我们化为一类,为什么化为一类呢? 因为它的感染是以急性感染为主的 它不会发展成什么呀? 慢性肝炎 也就是说甲形、物形、肝炎 一提到,你就知道这是急性肝炎 那么乙形、丙形、丁形呢 它是可以发展为慢性感染 先是急性感染 但是后期可以发展成慢性肝炎 而且再往后进展 可以进一步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 好,我们怎么计 掐头去尾 甲、物是头 它是急性的 中间的一柄丁 可以发展成慢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传播途径的区分呢 同样也是掐头去尾 你看,把甲和物一头一尾给它提取出来 那么甲和物是什么类型呢? 是经口、消化道传播的 而乙丙丁呢 是以血液传播和接触传播为主 另外还有少部分的母婴传播 好,记忆方法 同样是掐头去尾 甲和物是消化道传播 而乙丙丁是血液接触和母婴传播 好,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了 甲、物、肝炎是消化道传播 是急性肝炎 那么乙丙丁呢 是其他的血液传播、接触传播 另外可以发展成慢性 有的考生说了 那么考试的时候 我就是记不住高混了 怎么办呢 再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记忆方法 我们来看啊 记住什么话呢 记住做家物消极 做家物很消极 那么这个家 是不是就是甲呀 这个物呢 就是物干 甲干物干怎么样 消就是消化道传播 急呢 就是急性感染啊 好,看这个漫画啊 做家物非常的消极 那么邵老师呢 也不喜欢做家物 但是呢 没有办法啊 经常也得洗洗碗呀 扫扫地呀 记住这句话 做家物消极 甲干物干 消化道传播 急性肝炎 好了 那么有了这句话之后 我们做题就比较简单了 他说物干 传播途径是什么呀 做家物消极 是消化道传播 就是粪口传播 所以答案选择 E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对病毒性肝炎 哪项正确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A你看 重型肝炎 不会发展为肝硬化 这是错的 我们说什么病可以发展成肝硬化呀 慢性肝炎 那慢性肝炎里面还存在的一种叫慢性的重型肝炎 所以呢 这种重型的肝炎是可以发展成肝硬化的 所以是错的 那么B呢 甲肝 慢性携带状态 这句话怎么样 正确了 我们刚才说 做家物消极 甲肝 物肝 一个是消化道传播 一个是急性感染 不会出现什么慢性带步状态 好 B是正确的 那么再来看C呢 他说慢性肝炎 均有义肝 他注意 这个话太决定了 太绝对了 对不对 我们说义肝可以引起慢性肝炎 饼肝 丁肝 都可以 所以C是错的 那么D呢 饼肝 不会发展成肝硬化 也错了 我们说义肝 是不是也可以呀 对不对 D呢 肝细胞癌 与慢性义肝 病毒 感染无关 错了 是有明确关系的 我们开篇就讲了肝炎的三部曲 所以我们答案选出来 是B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要学习啊 在在这章里 最重要的 也是最难的一部分的知识 就是关于病原学的考点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 甲肝 乙肝 饼肝 丁肝 对应的 病毒类型 你看甲肝是一种什么病毒啊 RNA病毒 乙肝呢 是DNA病毒 饼肝是RNA 丁肝 物肝都是RNA 这里面 乙肝最特殊了 对不对 乙肝 HBV 最特殊了 它是DNA病毒 那么这个最特殊的 那一定是最爱考的 考官就问你 乙肝是DNA RNA 让你选 你记住 只有乙肝是DNA病毒 好 那么怎么来记呢 你就记住 第一 你就记住 我们要争取拿第一 D呢 是不是DNA啊 一呢 是不是就是乙肝啊 那么谐音 对不对 第一 只有乙肝是DNA病毒 好 我们做一道题 来强化记忆 他说属于DNA病毒的是什么呢 你就记住 第一 乙肝是DNA病毒 选择B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甲肝属于RNA病毒 而且呢 它的抗原性 非常的稳定 只有一个血清型 好 那么这里头 我们要总结一个重要的考点 那么在甲肝的抗体里面 有两种 一种呢 叫做IgM抗体 一种呢 叫做IgG抗体 那么这两个抗体的特点是什么 IgM抗体 是早期产生的抗体 疾病很早期出现的 那么它的特点呢 是一个近期感染 啊 那么这个IgG呢 它在体内是长期存在 它反应什么呀 反应的是过去感染啊 那么有东西说了 一个是近期感染 一个是过去感染 一个是IgM 一个是IgG 那么这块就非常容易混了 对不对 没错 很容易混 但是我们说了 越是容易混的 考官就越容易考 所以这部分我们一定要把它攻克 我们做题的方法呢 就是要知道IgM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用它的这个M作为字头 啊 放在一起 MM啊 那么IgG呢 这个G作为字头啊 GG 那么MM呢 其实呢 就是代表了什么呀 妹妹 是不是妹妹啊 代表了妹妹 MM 那么GG呢 代表了哥哥啊 代表了哥哥 那么我们来看妹妹 怎么样啊 妹妹是不是岁数小啊 岁数小 是不是爸爸妈妈 近期生的孩子呀 你就记住M IgM 是近期感染 那么IgG呢 他是哥哥啊 哥哥呢 岁数大 是爸妈妈 怎么样 以前生的孩子 以前生的孩子 就是什么 既往的感染 这样就不容易记错了啊 IgM IgG MM 妹妹是近期生的啊 是近期的感染 那么哥哥呢 是以前生的 是既往感染 好 我们还可以把知识 进一步的扩展 就是这个IgM IgG 不仅在甲肝当中 反映了啊 近期感染 和既往感染的问题 那么在乙肝当中 同样存在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看乙肝当中的啊 核心抗体 也有IgM和IgG 那么M你就记住是妹妹 妹妹怎么样啊 妹妹岁数小 岁数小 是不是爸爸妈妈近期生的呀 有记住 近期感染 哥哥 那相反啊 生的比较早 是过去感染啊 好 这个我们也记住了 MM 是妹妹 GG 是哥哥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可以进一步的扩展到丁肝 丁肝 那么丁肝呢 也有IgM IgG 我们不再多说了啊 MM是什么呀 是妹妹 是近期的感染 那么IgG呢 是既往的感染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进一步的强化这个知识点 他说了啊 甲肝 急性感染的指标 那么是IgM还是Ig呢 我们说IgG是什么呀 是过去的 过去的 哥哥 岁数大了 是过去生的 而近期的感染是谁呀 是IgM 所以选择A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甲肝病毒的抵抗力 那么概括起来呢 就是抵抗力比较强啊 那么对外界环境 它的抵抗力是很强的啊 但是呢 它对什么比较敏感啊 对紫外线啊 对过氧乙酸啊 对甲醛 这些物质比较敏感 好 那么我们重点学习乙肝 乙肝呢 它的英文是HBV啊 我们就说ABCDE 分别对应的是甲乙丙丁物 那么乙肝对应的就是HBV 那么HBV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它是一种DNA病毒 DNA呢 又叫做脱氧核糖核酸啊 脱氧核糖核酸 那么这个病毒的重要的一个颗粒 叫做Den颗粒 这个要知道啊 它是HBV颗粒 好 那么这个定颗粒的结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它的表面呢 有表面抗原啊 表面的成分就是表面抗原 那么在它的内部啊 有DNA的酸 Soul coronavirus 有核心的抗原 这个 되어 具体的表述 那么DNA啊 存在于核心部分啊 那么它还有DNA的聚hhhh 酸ials 还有核心抗原和易 抗原 而在它表面呢 是表面抗原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啊 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的非常难又非常重要的一个B考点 就是什么呀 HBV的三个抗原抗体系统 这个太重要了 考什么呢 就是考HBSAG HBSAB HBCAG HBCAB HBEAG和HBEAB 这些抗原抗体的特点 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读了一遍 读起来就很拗口 是不是又是HBSAG又是HBSAB 一会是AG一会是AB 一会是S一会是C一会是E 大家读起来很麻烦很难记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英文和它的实际的中文意义要记住 好 那么我们突破的首先的内容 就是要把AG和AB不要搞混 那么这个AG是抗原 而AB呢是抗体 这个内容很多同学非常容易记混 那么我们说怎么来记呢 我们用谐音的方法 你看啊 那么AG我们可以说给它组成什么呀 你看这个G呢就是高 和原组成一个词 叫做高原 对不对 高原 那么B呢 B和什么抗体的体组成一组 组成一组叫做鼻体 高原 鼻体 好 那么这是青藏高原 鼻体呢 说这个人的鼻体非常的苍近有密 谐音记忆就得记住了啊 高原 鼻体 啊 AG 高原是抗原 鼻体 B是什么 抗体 好 这样就不会记错 然后呢 我们再来记具体的HBS HBE SE和C 那么我们来先学习这个S 啊 就是这个小S 那么这个S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表面 我们怎么记呢 你就记住 一句话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是我们什么呀 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一个弱点 都要面子 对不对 叫死要面子 S就是这个死 它是什么呀 它是面子 它是表面抗原 它是表面抗原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C C呢 是核心 那这个怎么记呢 我们用象形记的方法 你看这个C 画起来是不是圆圆的 像这个地球的核心一样啊 这个核心是不是C字形圆圆的呀 所以记住了啊 C是核心 那么HBCAG呢 就是核心抗原 HBCAB呢 就叫核心抗体 好了 那么E抗原 E抗体不再说了 就是字母是E的 直接叫做E抗原 E抗体 那么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训练 我们把这部分的英文 再来强化记忆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知道AG G是代表的什么呀 高原 对不对 代表的是原 好 那么看B呢 代表的是体 那么S呢 我们说死要面子 所以说HBSAG呢 就是表面抗原 HBSAB呢 就是表面抗体 好 那么C呢 像形 C像一个什么呀 像一个地球的核心 所以它叫核心抗原 核心抗体 那么E呢 最简单 叫E抗原 E抗体 好 通过我们基因方法 把这个内容 我们先来突破 第二个工作 我们要搞清 抗原 抗体的本质 这个内容 属于我们理解性的知识 把这个知识理解好了 对于我们后面讲具体的 每一个抗原 抗体的临床特点 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 我们一起来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抗原是什么呢 我们来画一个图 这是抗原 其实就是病毒的成分 那么病毒进入人体 它会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 那么免疫系统呢 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物质 这个物质呢 就叫做抗体 好 这就是抗原抗体的反应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反应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抗原是什么呀 病毒本身的成分 比如说表面抗原 是不是就是病毒表面的成分 核心抗原 易抗原 病毒核心内部的成分 那么不管是表面的还是内部的 它都是细菌的 都是病毒的一部分 就像人的胳膊和腿似的 它是病毒本身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抗体呢 是什么呀 是人体对于外来的病毒的一种反应物 好 那么我们来 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抗原啊 它不是好东西啊 所以我画了一个这个哭脸啊 不好的脸色 那么它体现了 如果一个人的血当中存在着抗原 说明这个人怎么样 身体里有病毒 对不对 啊 它是病毒的成分嘛 所以这个人找到了抗原 它就有病毒存在 那么另外 有些抗原 我们后面会讲到 它还具有复制性 比如说核心抗原 它不能不停的复制出新的病毒来 那么有复制性 就说明这个病人 它具有什么呀 传染性啊 所以抗原不是好事啊 如果人一个人化验 找到抗原 那不是好的现象 那么抗体呢 它是人体对抗原的反应 所以我们能够发现抗体 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 得到什么结论呢 说这个人曾经感染过 啊 就像我们在旅游景点 尝尝能够看到这样的题词一样啊 说什么谁谁谁啊 到此一游啊 这个抗体呢 就像这行字一样 啊 那么看到这行字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人曾经来过 那么我们在血液当中 查病人的血 看到了抗体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抗体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这个病毒来过之后 刺激免系统产生了 所以看到了抗体 我就知道啊 这个病毒曾经来过 所以只能说明 它曾经感染过啊 另外少数的抗体 还具有保护性的作用 好 这是抗原抗体的本质 那么我们梳理一下 抗原你要记住 脑子里先有一个印象 不是好东西 因为它是病毒的成分 它可能代表着病毒正在复制 或者意味着病人体内有病毒 那么抗体呢 啊 它是什么呀 它是说明这个病毒曾经来过 刺激人体的棉系统产生的一个物质 好 那么我们来举一个实际当中的例子 我们经常说大三阳啊 什么是大三阳 大三阳呢 就是既要有表面抗原的阳性 又要有易抗原的阳性啊 它和小三阳比 是不是多了一个啊 多了一个易抗原啊 是不是多了一个易抗原阳性啊 那么这个易抗原 我们后面就会提到 它是什么呀 这个病毒在复制的一个啊 抗原一个病毒成分 那么找到了易抗原 说明病毒正在复制 所以它的传染性怎么样 更强啊 所以抗原不是好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第二三步的学习方法呢 我们就具体来掌握每一个抗原抗体的特点 我们先学第一组啊 表面抗原和抗体 表面抗原和抗体 首先我们知道表面抗原 第一个意思意味着体内存在病毒 你看这个表面抗原就是这个病毒表面的这层啊 这层成分 那么找到这层成分呢 就说这个人有病毒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第二个问题存在了 这个表面抗原有没有传染性呢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表面抗原啊 只能提示病毒存在 它不能提示病毒正在复制啊 因为病毒复制的结构在哪啊 在内部中间的这些成分啊 而表面呢 它不参与病毒 所以看到表面抗原 我们只能说它存在着病毒 而不能说病毒现在正在复制啊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另外我们要知道一个考点 表面抗原呢 它是体内最早出现的血清血标志 我们说表面抗原抗体 核心抗原抗体啊 在这些成分当中 谁最先出现呢 你要记住表面抗原是最先出现的 好 曾用名叫做奥抗啊 我们说奥抗阳性 其实就是表面抗原阳性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表面的这层成分啊 它没有核心的这些复制的这些结构和物质 所以它不具有复制性 那么不具有复制性 它怎么样啊 就像这个空心的汤圆一样啊 我们说这个汤圆很甜 为什么甜 是因为中间有馅 而这个表啊 而这个乙肝病毒为什么能复制 是因为中间有复制的物质啊 那个皮儿啊 这个表面的东西没有复制性 同样道理啊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表面抗原阳性 只能说明啊 存在病毒 而不能说明病毒正在复制 就像空心汤圆一样啊 光有皮儿 它是不甜的 病毒光能找到表面抗原 是不能复制的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要强调的这个陷阱考点 就是表面抗原阳性 一定有传染性吗 注意是错的啊 错的 只能说有病毒 不能说 它正在复制 就像这个汤圆 没馅一样 它是不甜的 那么没有核心的成分 光表面抗原 是不能复制的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关于表面抗原 要记住两个考点 第一是最早 是最早出现的血清学标志 第二 它是HBV感染的啊 基本的标志 那么说明存在病毒 好 那么HBSAG 阳性呢 鉴于乙肝 慢性乙肝 病毒携带者和相关的肝癌和肝硬化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临床当中 我们还提到了小三阳 小三阳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表面抗原怎么样 阳性 对不对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病人有病毒 但是有没有传染性怎么样啊 现在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 具体的考题 他说感染 HBV后最早出现的是什么呀 是AHBSAG 表面抗原 好 那么关于表面啊 抗体阳性 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它的考点 第一 它是一种保护性抗体 这是我们体内的唯一的 唯一的保护性抗体 那么那么液抗体 核心抗体都不具有保护性 只有HBS AB HBS AB 具有保护性 好 那么第二呢 它是我们看这个乙肝疫苗免疫效果的指标 我们接种疫苗就是要的产生什么呀 表面抗体 这个抗体具有保护性 具有保护性 好了 那么我们把表面抗原和抗体讲完了 我们做一个知识的梳理 那么表面抗原抗体 第一个考点 我们要知道 这个抗原是病毒的成分 那病毒的成分呢 意味着存在病毒 但是表面就像这个空心汤圆一样 只有表面这一层不能复制 不能复制 所以呢 它怎么样啊 不能提示传染性 好 那么关于HBSAB表面抗体呢 我们要知道 它是唯一的 记住这个词 叫唯一的保护性抗体 好 这是表面抗原抗体的核心内容 这张幻灯片很重要 我们大家课下要注意复习 那么我们做道题 来看一下 他说对人体有保护作用的是什么呢 是表面抗体 那么就是HBSAB 那么HBSAB 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把抗体的抗放在最前面 抗HBS 这个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选择答案是A 好 它呢 就是像一层盔甲一样 保护着人体 所以我们怎么记呢 记住表面防护 表面的抗体怎么样 具有防护性 这样就不容易记错 不容易记混了 我们记住表面防护 然后我们记住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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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